今天准备板块行程的教学短片 我们首先要知道在哪里按大市资讯 接着就有一个叫做板块行程的 一按市场就跳出来了 好了,我们放大去先 我们就给大家看看 有几个部分主要是要知道的 第一个就是板块和指数 顾名思义就是所有的指数会放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板块 好了,这个综合企业是我们第一个 大的板块我们是有13个 小的话我们的层次可以去到110个 譬如我们去到能源这部分 我们按了 能源里面我们原来有煤炭和石油 两个大的column 如果我们再细分的话 我们按了石油之后 我们还可以细分到 譬如可能是天然气或是天然气服务生产 这样 这里就会完全细分了 譬如可能在这里看到 天然气设备 原来大部分都是跌的 可以看到就是 譬如说消费品 消费品我们会有 哇,升幅很厉害 但我们可能会细分 譬如是汽车径 还是製造商径 等等 这里就可以细分 好了,隔壁的部分就是时间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这个是历史资讯来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用入市价来计算 就是说16年12月至17年9月 大概这九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们的总升幅是怎样 如果你看到呢 吉利汽车 是在这九个月里面 是升了162%的 这些是旧有的资讯 是会随着时间去改变的 譬如你把它调整到 好,由14年1月开始 那你的数字呢 你会见到 吉利汽车是升了五倍的 说起呢 就升了123%的 而那个日期上面来说 就不一定是要今天的 你可以譬如说17年的 譬如可能是6月 倒数回去行不行呢 都行的 那你会见到 原来吉利汽车 就是升了310% 那就是说呢 其实这几个月吉利汽车 升得很厉害的 好了 那接着我们可不可以说 把它调短呢 都行的 譬如你可能在这个时间上面呢 譬如可能是 17年 又回到9月的9号 即是今天 那样 那今天是星期六来的 所以整个大力士基 都是没有跳到的 好 那短线 那我们去按回 譬如可能是 17年的9月 可能是4号 那样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星期的消费品 其实呢 都是微升 那样 可以按一下能源 能源来说 这些都有三个升幅 多厉害 譬如可能是330 那样 那金融 OK 好了 那这些都是历史的资讯 那在右手边的部分 这些就是现时的资讯来的 就是说呢 刚刚这个8号的交易日 星期五 它们的升跌幅是多少 和现价是多少 那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部分 好了 最后一个按针了 就是呢 其实呢 在整个金融行业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股票 那所以呢 我们将它细分了 在不同的业数 分别给大家看 那每一版 就是20版本 给你们去看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 行程呢 就是分类的板块 去逐个逐个给大家看到的 一个资讯来的 我们下集能 去看的 为了 我们下集能